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这个课的确是有一点冒险 我们来谈一些不太敢谈的问题 因为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 我为什么敢冒这个险呢 因为我有切身体会 这种体会可能是很个人的 可能是很微不足道的 但是是真实的 我告诉大家切身体会 文学的难题在什么地方 容易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敢说一句话 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但是呢 可能是听起来很 怎么说 很离奇的一句话 就是说 其实文学本身啊 一点都不难 一点都不难 它本身的这个工作 既有 大多数人啊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 既是一个很有兴趣的事 而且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而且坐下来也能给人带来希望的事情 文学一点都不难 为什么 它在现实当中变得很难 而且很少有人在文学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呢 是因为文学的难题啊 我至今才发现 是难在文学之外 人们说功夫在诗外 我现在发现困难也在诗外 诗歌本身 文学本身 并不难 难在文学之外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要表达他自己内心的想法的时候 这是自然天成的 我有一些好的想法 我要表达 可是当这种表达 带来的是 用我们通俗的话讲 你要喝西北风 你还喝不喝 闻到一点 北风的良意 很多人就跟颤了 觉得不能 这个事情不能干下去了 干下去要没饭吃的 收兵了 再有一点更严重的是 当这个事情要触及到利益集团的时候 当这件事情要危及到生存 要触及到黑鹤势力的时候 要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时候 你还干不干 很多人就跟颤颤了 哎呀 这个事情不是好玩的 就像我们当时八十年代 很多做梦的人 做梦的人 梦快要醒了 到八十年代末的时候 大家梦醒了的时候 这个我记得这个唱歌的这个刘欢 当时是我们同学嘛 他有一句话 我记忆犹新 当时我们都学过这个罗曼罗兰的一句话 就约翰克里斯多夫 罗曼罗兰经典的一句话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后来我们终于发现 我们说着这些话的人 做着这些梦的人 当人们站在地狱门口的时候 大家都个儿颤了 都撤 还是不撤 当时刘欢就说 当人们站在地狱门口的时候 都慌了 都不敢往前走了 因为你清醒过来了 意识到这一步跨下去 你要走向深渊了 你还敢不敢 这件事情不难 难在就是说 你舍得不舍得 把自己的一身 像一个筹码一样 推到堵桌上去 很可能输得很惨 你敢不敢推这一把 赢的几率很小 推上去 有没有这个勇气 所以这个是文学的难处 它本身 无非就是到大地去 读万卷书行万里步 非常简单 而且这样的生活 很吸引人 有很多苦难 你要不要承受 就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这个是我个人的事情 我不想放大的太多 就是一个小的例子 我画到嘴边 本来不想说 比如说 我花了八年的时间 写了一本书叫《烟村》 是吧 八年的时间 我这八年的时间 真的非常辛苦 每天最少八小时以上的工作 我大年初一都不休息 我到江边上去 住微房 坐小船 这个什么样的生活 都经历过 苦了八年 我今天才知道 我的烟村 因为我这八年 没有干别的嘛 更何况这三年 我的科研成果是什么 是零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不算 因为这个成果不算 是零 我今天才知道 我是零分 因为我没有论文 也没有在核心期刊 什么都没有 而这个东西 哪都算不上 就是零 这件事 是件小事 但这件小事 提示我 这样一个反面教员 我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反面 就这种事 你还干不干 你忙了八年 你的成果是零 你还干不干 文学本身多么的迷人 烟村 如梦似幻的 既是人间仙境 又是人间仙火 烟火 那儿有美人粮 那儿有爱情故事 那儿有民间传说 有小小鱼儿 红了腮 上河又在下河来 上河去把零支采 下河去吃土青坛 我念到这四句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零算什么 不要去管它 为什么呢 你被它吸引了 可是多么危险 同学们 你被这样的事情吸引了 你一个零 两个零 你就没工作了 你就下岗了 所以就是说 现实的 这个 歌舞生平的现实当中 其实藏着激流显态 做文学工作的人 你还敢不敢去做 有个同学说 你能不能稍微 允一点时间 来 你写一点论文吗 也花不了你多少时间 文学说 不 我不干 文学是嫉妒的 像樊高讲 艺术是嫉妒 文学也是嫉妒 他像一个情人一样 你看 他爱你爱得太狠了 你跟他关系太好 你看了别人一眼 他回去跟你吵一架 你为什么要看他 你什么意思 不行 文学就是说 你必须都是我的 你这辈子是我的 不够 你下辈子都要是我的 艺术就是这样 你给不给他 这就是个问题 理解吗 我举一个小例子 这个我个人这些事情 不重要 不重要 我今天去游泳的时候 正好那个 你们有爱游泳的吗 那个水坏了 全是这个冷水 有的龙头是热水 有的龙头是冷水 然后我说 我都得了零了 我说我用冷水冲 刺激一下 结果一个服务员 就是这个 一个又瘦又小的 一个山东人 面目和蔼的 他就说 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啊 别感冒了 我一听 我说人大还有这样好的同志在 我这个零分算得了什么呢 我说谢谢 我说我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我要好好回来 我又不要感冒 我要上课 这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文学是什么 是人心 他一句话 这个服务员 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一句话 胜过所有的奖励 理解吗 这就是文学的标准 你说你拿那么多奖啊 得那什么 不敢 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个 可是这个人 你想他的处境啊 他可能是个临时工 他可能在人大受过很多的冤屈 但是他知道关心人 他说的话多么的准确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啊 他说那边有热水 你等一等再洗 别感冒了 都好 我们回过头来讲啊 就是说 我们回到一些原初的道理上 我觉得这里呢 我也跟大家讲 我最新看到的故事 就中国古人的故事和金人的故事 都是关于人的 我觉得了不起的故事 都埋藏在我们的历史文化当中 我先跟大家讲个故事 说从前啊 古时候有一个人啊 他是个妾啊 就是一个 怎么说 不是正方 是一个妾 他的这个女主人呢 他的女主人呢 叫他做坏事情 怎么说呢 这个男主人啊 出去做官了 出去做官以后呢 这个女主人呢 就是这个妻子啊 正方的妻子呢 就和别的男人呢 又有了私情了 有了私情以后呢 这个丈夫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啊 这个妻子呢 就怕 这个私情要暴露 就想把这个丈夫毒死 我们经常看到报纸上 有这种事 就把这个丈夫要毒死 毒死呢 他就让这个妾 去把毒药 给这个丈夫 他就下 做了一个毒药 就说 叫这个妾 拿给她的丈夫去喝 然后这个人呢 就端着这碗药 心里面就矛盾了 to be or not to be 怎么办 一方面 是女主人的命令 是吧 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仆人的地位 叫你去把这个药 给她 你就应该给她 你不能违抗 另外一方面 这个药要吃死人的 她自己也知道 不能干这件事情 结果 这个人 你们猜她怎么做 自己喝了 傻了不是 毒死她了 也傻了 她怎么做 智慧啊同学们 对了 对了 她把这个药打翻了 你看看你们 已经接近文学的真谛了 她把这个药打翻了 她把这个药打翻了以后呢 就被这个 被这个男主人鞭打了 就惩罚她 打了她一顿 这个故事 我在哪里看到的呢 我在鸡康的 这个《十四论》里面 就解释这个 《十四论》啊 是 《十四论》 鸡康 我现在在读鸡康的书 《十四论》 这个鸡康《十四论》当中 提到这个例子 她就通过这个例子呢 她想说明一件什么事呢 她说有的时候啊 你做一件好事的时候啊 看起来像是一件 不好的事情一样 理解吗 有的时候 你做一件坏事情 人家要害你 可能做起来 做事情像是一件好事一样 你做好事的时候 有时候人家不理解 你做坏事的时候 表面上看 有时候像好事 就是说我们要 透过现象看本质 透过现象看本质 看到什么 看到人心 文学关注的 就是人心 我们什么时候 触到了人心 把人心揭示了 让人们看 无论是善与恶 让人们看见了 它的真相 看见了 它内心藏的一些动机 这个时候 文学就已经成功了 文学不是道德 像王尔德讲的 不是善恶的标准 也不是法律 判几年 还是无罪释放 文学不管这些 文学是让人们 看到人心的善恶 看到它原来的面貌 所以姬康在他的 在他的 更有名的 叫做我上次提到过 叫身无哀乐论 当中 还提到几个例子 这里面呢 也是讲到古人的智慧 我觉得非常 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作为这样的 民族的后代 有这样的先辈 我们不应该 忘记他们的故事 不能不了解他们的故事 什么故事呢 大家知道 柏牙和钟子柒的故事 这个都知道 就是这个知音 知音的故事 这个柏牙弹琴 钟子柒听见了 最后这个 钟子柒死了 柏牙断琴 就是谈的这个 高山流水 这个故事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钟子柒还有一个故事 柏牙弹琴的时候 她从柏牙的琴声当中 识别出什么了 听出了这个人的志向 她从琴声当中 听出这个人的志向 而有一天呢 叫历人吉庆 一个奴隶啊 在敲这个庆 古时候的这个庆啊 历人吉庆 她听出来这个吉庆的声音当中啊 有悲哀 果然一问 这个人 你怎么回事啊 我父亲死了 母亲呢 又为官家去做用人 我呢 又为公家去吉庆 所以我心里面很悲哀 所以她听到这个声音 她听到了什么 她听到人心 她声音本身是一回事 关键这个人 他有一种 对人心的一种 敏锐的体会 历人吉庆 钟子柒听出了悲声 孔子的学生颜冤 就是一单食一瓢饮 人不堪其游 回也不改其乐 这个孔子的大弟子 颜回 他有一件事情 很了不起 鲁人成哭 就鲁国的人啊 早上哭了 这个颜回啊 他听出这个哭声当中啊 不仅有死别 还有生离之苦 结果孔子就把那个人找来问 说你为什么哭啊 果然是这样 这个 他的亲人死了 他还要 把孩子 卖掉 来埋葬 他的 孩子的父亲 这种悲哀 孔子的学生 听出来了 不仅有 死别 还有生离 就是说 一个 本来人家办丧事的时候 人家哭嘛 只是一种死别 生离死别 我们说生离 他听出了不光是 跟一个去世的人诀别 还要跟一个活的人要分离 因为他的孩子要卖掉 卖掉 得了一点钱 为了埋葬 他的丈夫 这个 是孔子的学生 听出来的 我们是谁的后代啊 我们是孔子的后代 我们在文化上 精神上 是孔子的后代 孔子的学生 有什么本事啊 这不是什么特异功能 这就是人心 就是说 对人心 对人 有一种敏感 这个灵因的创造是一样的 灵因为什么有这种创造力啊 因为他从纷乱的历史当中 从复杂的越战 多少战略战术啊 多少电影啊 多少先进武器啊 所有这一切 他发现了什么 他发现了 人的生命是在这一切之上 所以他创造了 别人创造不出来的东西 那么多越战老兵 那么多到前线战场的 没有 我在那个 原来那个法语课堂上 教过一首歌 叫Bonjour Vietnam 你好越南 他就讲了 这个里面 就讲了这样的歌 就讲一个 身在法国的一个越南的女孩 她唱的 跟我讲讲 越南这个名字吧 这个很难发音的名字 跟我讲讲 她的故事吧 我对她全部的了解 只是科伯拉的一部电影 和呼啸的直升飞机 她想起了 越南那些烛光下 祈祷的兄弟们 那些在田野当中 弯腰插秧的那些妇女们 都是我的母亲 都是我的兄弟 就是她讲的这种感情 所以这种感情基于什么 基于人的情感 人的心灵 人的生命 所以把万事放到这个 人的自古以来的 根本的天理当中来看 我们就有是非判断 就知道什么叫justice 什么叫rightness 否则的话 就判断不清楚 比如说 我们落实到今天的现实来讲 大家看那个凤凰卫视 是那个一虎一席谈 是吧 一虎一席谈不是 现在在谈房价 谈房价 那个叫任志强的人 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他怎么样 这个那个的 各种专家分析了 你们都不了解 什么这个税收 那个比例 其实有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就是猪门九肉臭 路有动死骨 这是不合理的 少数人有住不了的房子 多数人没房子住 这是不合理的 一个孩子都懂得道理 这专家没搞懂 他们还在那里争 要这样要那样 不合理怎么样 就应该改变它 怎么改变是一回事 这个现象肯定是不合理的 你要觉得这个现象是合理的 或者说你要觉得这个现象 可以持续下去 就错了 为什么错了 违反了天理了 人是要平等的 不能够 全数太大了 是吧 你一个人有五十套房子 还有一个人 一家人住在十平米 五平米 这公平吗 马路上还住的人 这是不公平的 这就是天理 文学 学文学的人 头脑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单纯 但是呢 他把握到事物的根本 把握到事物 所以才不至于犯大错误 我在这个电视台看到 犯大错误的人 我不能说名字 这个凤凰卫视的主持人 还是什么评论员什么的 人家问他 你对911的感受 你当时知道911 第一反应是什么 他说我很兴奋 大家想想看 汉语兴奋两个字 是什么意思 就是幸灾乐祸的意思 就是高兴的意思 你想一个人 他一个基本的道理不懂 他能分析出很多高深的道理来 那个高深的道理有意义吗 可信吗 不可信 一个人 你对911这件事情 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人 你应该感到震惊 感到悲哀 无论如何死了三千多人 那三千多人各个民族的 各个国家的 各行各业的都有 人家死了那么多人 你很兴奋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但这样的错误 我们去报纸上 我们去电视上 非常的普遍 也就是说 一些根本的道理 违背了 去讲那些高深的道理 错了 所以文学的意义就在于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怎么说 任何时代 当人们 当大的潮流 偏离了人与自然的根本的时候 文学能够把它带回来 就像这个皇帝的新衣当中 那个孩子说 他没穿衣服 这个小孩 为什么安徒生越来越伟大 这小孩说 他没穿衣服 这是一个小孩才能发现的道理 这卖火柴的小女孩 点亮的那个火柴 那么微不足道 小题大做了吧 就是小题大做 就是要在那个寒业当中 关注那个女孩华亮的那根火柴 这就是文学 它那么简单 那么单纯 可是呢 往往就是被忽略了 被风吹灭了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呢 讲这些道理 我们再把它放到 古希腊神话当中 再把它放到圣经当中 再把它放到最深刻的 马克思哲学当中 我们就懂了